哈喽大家好我是醉影 上期视频中因为一场误会 让日本队三人相遇 大门试图阻止金和红丸的PK 大门说道 场外死斗是要被取消参赛资格的 你们要放弃比赛吗 然而草题金和红丸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在大门一再串缩和微笑攻势下 总算阻止了一场恶战 在大门的调节下 误会总算化解掉了 但是就在此时 红丸突然发现自己的钱包也没了 原来在红丸撩美之计 小偷也顺带把他的钱包也顺走了 正在三人极度尴尬之际 警察匆忙赶来说 接到举报说 有人在这里打架 大门连忙解释道 这两个人都是被人偷钱包了 警察说 我们刚抓到一个女扒手 他们要是丢了钱包 赶紧来警察局办手续吧 就这样不但找回了钱包 解除误会 还躲过剧中斗肉这一节 但是虽然解除了误会 金和红丸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双方决定要在一种格斗大赛 分格高下 躺在院的苍丝 身体也逐渐恢复 他醒来告诉财州受伤的缘由 苍丝为了帮兄弟草剔精扫除障碍 独自去找八神加入的继承人 八神安决战 八神安震惊的说 你是什么人 居然来阻碍我回家 草剔苍丝事业 我要击败你 结束我们两家多年的恩怨 八神草剔两家 本为世代对立 八神听到是姓草剔的来造茶 表现出意外的冷静 哼 就因为这个要和我决斗 苍丝说 我们草剔这代继承人是个好家伙 为了他将来不受伤害 我只好先行一步毁灭你 但是八神安并不接受苍丝的挑战 拗头就走了 苍丝突然觉得好没面子 直接朝着八神安冲了过去 几波攻击不但被轻松躲过 而且八神安还轻松闪到苍丝背后挑衅 你太弱了回去练几年再来找我吧 苍丝一听面子更是挂不住了 接招吧 百八式暗幅 八神冷笑笑 嗯哼 暗幅不是这样的 说完他也使出了百八式暗幅作为环境 两招暗幅所产生的力量之强 可谓惊天地奇鬼神 说道之处寸草不生 第一回合似乎旗鼓相当 八神似乎有些已经不耐烦了 想尽快结束此次战斗 他要玩真的了 八神每一招都火力十足 苍丝虽也是全力迎战 可是他内心确实有些怕怕 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撑不住了 最令苍丝担心的是 八神每招军事穿过布网所发 但是火炎居然不沾惹火的干部 力度可谓恰到好处 这中间所持出来的巧劲 就连苍丝也自闻不如 此时八神加快进攻节奏 空中跳起百合的直接破防 接着一波生龙取消接奎花拿下苍丝 苍丝终于扛不住了 左胸被八神重重击中 整个人被打飞数丈远 正在苍丝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之时 远处全来少女的声音 安大哥 你在那干嘛呀 八神听到以后像变了个人 深深的杀气瞬间消散 回来了 八神对苍丝说 今日就此算了吧 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现在也没有兴趣找你们的传人一蹶高下 放心回去吧 八神说完和一位妙龄少女千密的离去 留给苍丝的是非常恩爱的背影 原来八神这是在虐狗啊 这比杀了的苍丝还要可恨 之后 苍丝在回家的途中发现 伤势比想象的还要严重 在家门口便体力不支 晕倒了 财州了解了事情过程以后 心想 既然八神不把两家的仇恨当一回事 或许两家的仇恨可以在这一代化解掉 苍丝也是这样认为的 自小苍丝和荆一起长大 一起练功 感情十分深厚 加上两人在学校也是因为拥有一能而被孤立 同病相连之下 就更加珍惜这份堂兄弟之情了 到两人长大成人了 在草剔家名讯下 荆和苍丝要透过一场残酷的战斗 来决定谁是主宰新一代草剔家的继承人 即使苍丝与荆实力又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由于苍丝性格温顺及一份亲情 于是便放弃了征战 让荆成功登上家主之位 苍丝身为堂兄 除了让荆登上家主之位之外 想不到他为了扫除荆将来的敌人 不远千里来到巴神安的住处 一反温顺的性格是杀安而后快 只是巴神安太强而失手罢了 不过 荆怕自己的力量会伤到无辜 一直隐藏了真正的实力 两人谁的力量更强 变得更加朴朔迷离 全日本一种格斗大赛开幕了 场内已经在进行激烈的比赛 比赛日程中 荆和大门同属A主主别 为了出现 荆必须要战胜前奥林匹克金牌选手 大门五郎 而红丸则在闭嘱 看来会有一场龙争虎斗 决战第三日 金终于对上了大门五郎 金感觉大门样子蠢蠢的 一看就是闷骚醒了 这一战看来可以轻松取胜 双方打过招呼便开始出招了 草地精前期轻敌 直接浪了一波读了图 没想到大门轻松抓住破绽 直接用天地反接超大外阁给金致命一击 大门大声说道 告诉你一件事吧 最强这个称号 是进国最大努力的人 才可以得到的东西 草地精彻底慌乱了 呀 草地精一时轻敌换来致命一击 到底他能否再次战起取得胜利 大门又有什么必胜把握 敢号称天下无敌呢 请看下期视频 草地精决战大门 我们下期再见